视线扫过 克莱恩看见了询问牛齿勺药的人 对方与他相隔不到一米 穿着黑色正装 戴着铜色半高礼帽 掌中拿着相迎手杖 脸上架着金边的框架眼镜 气质相当得斯文 是的 你需要吗 这一小罐三苏勒 贪主披着很有神秘学特色的深黑长袍 并搅淡黄 眼镜斯文的询问者想了吓道 能便宜一些吗 我还要买别的材料 比如这瓶白边太阳花花瓣 贪主思考了几秒 很勉强的回答道 二苏勒六便是 我想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 看到戴金边眼镜的男子不仅买了牛齿勺药 还买了白边太阳花等材料 克莱恩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想多了 不过 他还是谨慎地轻敲了眉心两下 用零视扫了对方一遍 没问题 身体很健康 情绪还不错 先生你要保持啊 克莱恩收回视线 转过身体 重新看向了卖自制护身符的摊位 在他的瞳孔里 那一个个护身符清晰呈现 有纯银的 有铁质的 也有黄金铸造的 但这些护身符之中 只有那么两三件具备微弱的气场颜色 或飞红 或蛋白 或金黄 这说明他们初步具备了灵性 说明这几件护身符有一定作用 刚才那一阵 克莱恩看得很仔细 确认自制护身符的摊主有一定的神秘学功底 他为不同咒文挑选的不同力量来源没有一点错误 为不同力量来源确定的对应材质更是非常正确 当然 单纯的神秘学爱好者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 克莱恩就发现摊主并不太了解咒文本身 不是说按照赫密思语的文法 将祈求的内容翻译过来 就能算是咒文 咒文必须符合一定的格式 有独特的规律在内 另外的问题是 摊主为咒文 为力量来源选择合适的象征符号时 也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以至于几十个护身符里面只有那么两三件完全正确 散发出微光 至于这两三件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 克莱恩只能说有总比没有好 真正具备明显效果的护身符需要制作者在雕刻咒文和象征符号的过程里 一肩喷勃出来 如果想要更好的效果 则必须用一式魔法辅助 而这两件事情不是非凡者几乎无法办到 克莱恩思考搬敲了敲眉心 用黑色手杖点了地摊的左上脚两下道 这两件多少钱 他问的不是那些初步具备气场颜色的护身符 而是半成品 只有外形 还未雕刻皱纹和象征符号的半成品 对克莱恩来说 完全没必要购买效果微弱的那几件 将半成品制作成真正的护身符才是他的目的 嗯 给班森和梅丽莎美人做一个避免恶难的护符 我自己的可以蹭职业者小队提供的材料 思 我是不是被老尼尔带坏了 想这种事情已经没有一点愧疚感了 克莱恩思绪发散地看着摊主拿起那两件半成的银制护符 这两件银制护符一个呈长条形 中间有镂空 周围是一根根天使般的羽毛簇拥 雕工精细 非常漂亮 另外一个则简单朴素 几乎没有额外的修饰和纹路 就是象征着夜晚的一树上镶嵌着一个代表飞红的圆 作为外观党的克莱恩可以说是一眼就看中了他们 这个六苏勒 贪主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 他指着较为精致的那件说道 顿了顿 他摸缩了下简朴那件 这个五苏勒三便士 这太贵了 事实上 他们距离护身符还很遥远 克莱恩日常被班森和梅丽莎熏陶 开始习惯讲价 经过一番言语的争斗 他分别以五苏勒六便士和四苏勒九便士的价格买下了那两件银饰 嗯 暂时还只能算银饰 克莱恩如是想到 而这时苏勒三便士是从他终于领到的占卜俱乐部经费 五磅 里扣的 正到克莱恩接过两件银饰 揣入口袋 打算去别的摊位转转时 突然听见了一道柔和青色的声音 先生 你为什么不买成品的护身符 克莱恩扭头望去 发现询问者是位十五六岁的少女 他穿着有不少蕾丝的嫩黄长裙 手里拿着一顶镶嵌缎带的纱帽 因为我打算自己制作护身符 你知道的 这是每一个神秘学爱好者的愿望 克莱恩委婉回答 他可不想让摊主认为自己是要抢生意 虽然他也考虑过以后要不要靠这份手艺赚点外快 那名少女有着天然卷的褐色长发 脸上的婴儿肥相当可爱 他用浅蓝色的眸子看着克莱恩 诚恳问道 我可以请教你该怎么挑选护身符吗 嗯 我是被朋友带到这里来的 来过几次 对神秘学很感兴趣 但还不够了解 嗯 他 我那位朋友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满16岁了 我想挑选一个护身符送给他 因为希望是惊喜 所以没找他一块来 我提前有请教过他 但很多关键点回想不起来 克莱恩绅士的笑了笑道 那你希望挑选什么样的护身符 比如 避免恶难的 远离疾病的 能够有金钱运的 不同的要求对应不同的力量来源 也就是不同的神灵 而不同的神灵又对应不同的星辰 不同的星辰则对应不同的材料 比如 避免恶难的咒纹肯定归属于恶难与恐惧的女皇 也就是黑夜女神 而作为神秘学爱好者 我们都知道黑夜女神的象征是月亮 月亮对应的金属则是纯银 所以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恶难 那就最好挑选银制的 有相应咒纹的护身符 而且还要咒纹的语言没错 格式没错 相应的恶难与恐惧女皇的象征符号 代表灵术 法术标识等没错 彼此的位置关系也没错 不过这就太复杂了 没必要讲给你听 克莱恩在内心默默补充道 那名少女听得眼眸精亮 颇为疑惑地问道 作为女神的信徒 可以佩戴其他神灵的护身符吗 没有问题 神灵是不会在意这点小事的 克莱恩安抚着对方 他的没有问题指的是佩戴者 而制作者就必须小心了 风暴之主的信徒要是制作永恒猎羊的护身符 那多半会收获到浓浓的恶意 当然 这指的是需要有一式魔法辅助制作的那种 其他的不必在意 那名少女明显松了口气 我希望是祝福她健康的护身符 这该选哪位神灵呢 永恒猎羊 大地母神 还是知识与智慧之神 永恒猎羊和大地母神都没有问题 前者对应的是太阳 后者的象征是贺心 克莱恩含笑说道 太阳的材料是金 贺心的金属是铅 我建议选太阳 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代够钱 他之所以这么建议 是因为初步具备灵光的三件护身符里面 有一件就是太阳领域的健康护符 这不是 少女说到这里 忽然停顿下来 警惕的忘了眼沉默等待的摊主 他想了想 转而问道 确定了材料 又该怎么辨认皱纹和象征符号呢 你认识贺密斯文吗 克莱恩反问了一句 刚接触了一段时间 少女不太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我帮你选吧 克莱恩用手杖指着那个黄金制作的健康护符道 无论皱纹 还是象征符号 它都没有任何问题 少女提着裙摆 半蹲下去 拿起了那个边缘有阳光纹路的健康护符 只觉触感温润 身体都仿佛得到了放松 谢谢 谢谢您 他重新站起 感激地行了一礼 克莱恩哈哈一笑道 接下来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 说话间 他忘了眼摊主 发现对方的眼神非常奇怪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给自己回扣 暗笑一声 克莱恩没在管这件事情 不快不慢地将整个地下交易市场转了一圈 没发现真正的非凡材料 这时 老尼尔已还玩账单出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深色的木盒 看到克莱恩疑惑的眼神 他指了指镜头另外一个房间道 如果你想买 或者想卖超凡材料 就去那里 毕竟没谁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买了哪些超凡物品 明白了 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点头 他暂时没有过去的需求 也就和老尼尔一块往地下交易市场外面走去 这些精灵花多少钱 忽然 一道询问的声音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 精灵花 这也是观众魔药的配方材料啊 克莱恩心头一动 侧身望了一眼 再次看见了那未戴金边眼睛的斯文男士 怎么了 老尼尔略显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 克莱恩收回了视线 虽然他是职业者小队的准成员 但他并不觉得所有的非凡者都必须被吸纳 被关押 认为这必须是情况而定 其中 观众肯定是对社会对王国对世界没什么危害的类型 而且序列酒失控的可能也非常低 出了恶龙酒吧 克莱恩与老尼尔坐公共马车离开了码头区 然后与北区分开 各自返回各自的家中 公共马车驶入水仙花街 停在了路边 克莱恩正要下去 突然看见一位穿灰白长裙的年轻女士准备上来 这位女士黑发顺滑 脸蛋较圆 眼睛细长 五官分开来看算不上出色 但组合在一起 却有种温文又甜美的感觉 克莱恩注意他不是因为他的美貌 而是发现他的身体在轻微颤抖 不正常颤抖 小姐 你不太舒服 克莱恩抱着做好人好事的心态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的女士猛的摇头 不 我 我只是太疲惫了 这时 后面下车的人开始催促 克莱恩只好先行离开 等到他站稳脚跟 才重新在意起刚才的事情 于是用手指捏了眉心两下 打算确认那位小姐真的没有问题 如果对方确实有严重的 快要发作的疾病 他会帮忙送去医院的 临时开启 气场颜色浮现 克莱恩转过身体 准备望向那位温文甜美的年轻女士